我怕的時候有客戶 因為這個問題 你想到他們購買一月買 所以我們說不用怕 華為經銷業務怕客人 被中美貿易戰議題嚇跑 不敢買手機 趕快到通訊行 叫業者不用怕繼續賣 買新機的最新部署 都是買低價位的 所以說價錢很差而已 通訊行坦言 華為新機銷售本來就在試水溫 以4月底才剛上市的機款為例 空機價2萬9千9 全新沒拆封轉賣先砍1萬 如果二手出售再砍3到5千元 但這台最新旗艦機 強打照相功能 50倍變焦 連月亮都能拍得一清二楚 過去其他機型 也曾找來不少歌手藝人代言 如今有通訊行的定性業者 發布不賣新機消息後 直接宣布拒收華為 第二手機在賣 就是怕民眾不愛 功能可能會被限縮的華為手機 搞不好原上市都沒有要上市 那你在講不銷售的話 其實好像目前來講 並沒有實質的意義 3C達人的判斷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華為面臨危機 包含美國Google 日本Panasonic 英國晶片商ARM 都停止與華為合作 還有多個國家通訊商 也宣布將停賣華為新手機 這次華為的事件 確實有衝擊到消費者 對於華為品牌的一個信心 市場的買氣 確實會受到這樣子的一個事件來影響 分析師認為 民眾預期心理逐漸發酵 觀望態度加重的情況下 未來勢必衝擊華為在台銷量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